五十一,香港相報,惠州女醫生被患者砍傷 2015年7月18日中國新聞 A12廣東惠州龍門縣人民醫院精神內科女醫生歐某 被一個患者連砍數都的事件發生後, 相以暴行引發社會強烈譴責,相借歐某經全力救治, 沒有生命危險。 十七日下午,惠州官方通報稱,犯罪嫌疑人廖某已被刑拘 將會以故意傷害罪起訴追究法律責任, 據通報,十五日上午, 龍門縣人民醫院內科女醫生歐某 女,三十六歲,在該醫院內科住院部辦公室被一名男性刺刀砍傷 接警後,警方及時將刺刀砍人的療某 男,三十四歲,龍門縣龍華鎮人, 正在龍門縣人民醫院就診,控制, 現場矯鑊空氣菜刀一把,盧偉。 ici,盧偉,降格,令我先講理, 在天陰尼莫品, 我們在身邊上往前走, 不怕被刑拘蓋, 我們在頭當中, 因為那裡安保護, 伴手。 我們在照顧點,